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是2022年的最后一天 所以首先呢要祝大家新年快乐 对于马上就要过去的2022年 我想我和很多朋友一样 都要由衷的对他说一声 您快走 不送了 我记得在某一年的新年音乐会上 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 中央民乐团呢 为在场的西方观众演出了一首经典的名歌 就是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我相信在场有很多的西方观众 对这首歌曲应该不会觉得陌生 因为在光绪年间 当时的大臣李鸿章去国外参加一项外事活动 这项外事活动中其中有一项 就是要演奏各国的国歌 当时的清朝还没有国歌 李鸿章也不想丢了这个面子 李鸿章就临时起意 将唐朝时机王健写的一首赞颂皇帝的诗 配上了他所熟悉的一首名歌 就当做了国歌奏给了大家听 王健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 不熟悉就不熟悉吧 我跟他也不是很熟 这首诗呢在美皇帝的写的也不怎么样 但配的这首乐曲当时却是天下文明 还是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那么李鸿章为什么当时偏偏就选了这首乐曲呢 有人说这可能是李鸿章家乡的名歌 所以他是耳熟能详 也有人比如说我就认为李鸿章选择这首乐曲的原因 是因为他知道西方的观众对这首中国乐曲比较熟悉 那也就是说西方的观众并不是从李鸿章那里 第一次听到这首乐曲 在之前他们就已经听过了 那么是什么时候呢 实际上是在李鸿章创作的这首现场版国歌的差不多一百年前 西方的观众已经熟悉了这首乐曲 当时呢还是在乾隆年间 公元一千七百九十二年 英国使团奉当时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之命 以为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第一次出访中国 当时的代表团成员中有一个人叫约翰巴雷 他当时负责代表团的财物 后来在代表团回城途中 约翰巴雷无意中听到了这首乐曲 觉得非常的好听 于是就悄悄的把它记录了下来 带回了欧洲 不过这次约翰巴雷带回来的 可不全都是这些优美的东西 他带回来更多的 则是对那个在当时 以至于在后世 仍然被称为所谓的康乾盛世 个厚重的帷幕后面 种种的不堪与丑陋 今天呢就跟大家聊聊这个所谓的康乾盛世 所谓的康乾盛世呢是指康熙和乾隆执政期间所营造出来的那种盛世的局面 有人说这个盛世持续时间是136年 也有人说是一百零几年 这个呢并不重要 最早提出盛世的是康熙皇帝 他认为自己的执政非常的成功 所以据统计他曾经73次提到过自己治下的是一个盛世 后来庸正继位以后 看看他老爸康熙给他留下的区区八百万两白银 想想马上就要支付的每年九百万两的正常开支 似乎看到了正往着结业方向奋勇前进的清朝的这个大托拉斯集团 狠狠的咽了口吐灭 也狠狠的将想要骂人的话咽到了肚子里 他没有说盛世 至少说的很少 史料上只记载了一次 等到乾隆继位以后 看看他老爸给他留下的六千万两白银 想想他老爸庸正给他留下了这么多钱 那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 所以他就经常的称自己的治下是盛世 叫了一百多次 等到乾隆退位的时候 他留给他的儿子嘉庆皇帝的是一个一千九百万两的库银 以及一张临存整取的大额存单 存单的户主的名字叫和珅 所以乾隆以后 清朝的统治者已经习惯将自己治下的社会为盛世 即使是到了后来 经常被西方列强打得艳若桃花的道光同志年间 仍然称自己的治下为盛世 虽然从里到外已经胜不下什么东西了 民国期间 民国的很多历史学家们 反思清朝的历史认为他们不配盛世这两个字 所以那时候的盛世经常被称为所谓的盛世 加以二的盛世 后来到了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 康乾盛世的这种说法又反复的被一些清史专家教授们提及和背书 清史稿的主要编撰者 清史学泰斗戴毅先生就是坚决支持康乾盛世这种说法的 戴先生认为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盛世 远超以前汉朝的文景之志和唐朝的开源盛世 当然了很多的专家也提出了不同意见 比如说北京语言大学的周思源教授 还有人大的张宏杰先生 他写了一本书叫饥饿的盛世 但很明显盛世的这种说法占了上风 这方面呢就要感谢一些影视剧的推波助澜 比如说康熙大帝呀 康熙微福斯访记呀 纪小兰呢 以及后来诸多的让人眼花缭乱的清宫戏 这些戏都塑造出了康熙乾隆雍正是那样的一位明君 明君与盛世自然也是完美的搭配 不过明君真的就能够创造盛世吗 在历史上明君与盛世确实是密不可分的 比如说我们讲过的文景之志 汉文碧汉景碧无疑都是明君 其实啊文景之志我倒是认为应该被称为 吕文之志应该指的是吕后和汉文帝执政期间 汉朝呈现的繁荣局面 吕后无疑也是一位明君 再后来的开源盛世 唐宗无疑也是明君 至少他大部分时间是 而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呢 从个人素质和秦政方面来说 无疑都可以被称为明君 不过呢他们与吕后汉文帝 唐宣宗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最大的不同或者说最大的根源就在于 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通过武力统治多数民族的一个政权 满人不过就一百多万 而作为这个国家的主体汉族 以及其他的一些南方的少数民族 加起来总共最多的时候超过了三个亿 那么问题就来了 康庸乾这三位明君 他们代表和保护的到底是谁的利益 是那一百多万的满人还是其他三亿多人 他们创造的这个所谓的盛世 到底是全体人的盛世 还是爱心觉罗家族的盛世 是满族人的盛世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这不都是一回事吗 不是满汉一家吗 满汉现在来说可以是一家 但是自清朝建立之日起到清朝灭亡 满汉从来都不是一家 满汉矛盾一直是清朝历代皇帝的心中大患 孝庄皇太后曾经说过 汉运胜胡运衰 他从来没有讲过什么满汉一家 一生也没有学过一句汉语 我们熟悉的印象中比较人厚的康熙皇帝 有一次他对新任的太子的老师汤斌 说过这样一番话 一入汉席即大辈祖父明训 朕事不为此 涉使皇太子入于汉席 皇太子不能尽为子之孝 朕亦不能尽为父之辞矣 这话说的如此恐怖 在康熙眼里看来 是否熟悉汉席 关系到满族的江山存佛 关系到满洲的生死存亡 至于乾隆皇帝 那就更不用说了 防火防盗防汉人 是他一贯执行的既定的基本国策 这方面有很多具体的势力 咱们一会儿再慢慢的展开 到了光绪年间 面对着清朝这个千疮百孔 摇摇欲坠的破传 光绪皇帝已经不想再考虑什么满人的利益了 所以他想效仿西方建立君主立宪制 君主立宪制无疑会削弱皇家的权利 自然也就削弱了满人的权利 光绪皇帝觉得不在乎 但有人在乎 慈禧 慈禧在乎 所以光绪就死了 而慈禧们还活着 所以慈禧才会说出那句话 宁与有邦 不与家奴 那么 谁是家奴 满汉矛盾是清朝建朝以来 一直存在的一个最主要的矛盾 而这个问题也是横梗在主张康乾盛世那些学者专家们面前的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不过对此他们可以选择性的无视 既然这最主要的矛盾被无视了 那么剩下的那些次要的问题 次要的矛盾 也就自然比较容易自圆其说了 在辅之与经过了文字域 四库全书 强奸篡改过的文字和那些被装饰过的史料 康乾盛世的这个说法自然也就死灰复燃了 那么康乾盛世到底是怎样的一番模样 咱们还是回到视频开始时提到的那支访华的英国使团 公元1793年 乔治三世的表兄马加尔尼组织了一支英国访华使团 他们这次访华的目的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 就是为了要扩大两国的经贸合作 就是要与清朝做生意 在康熙年间 允许对外经商的口岸有六个 而到了乾隆时期 只剩下了广东一地 当时英国需要中国大量的茶叶 丝绸等产品 而中国对英国产品的需求则是微乎其微 基本上就是一些清朝人眼中的奇巧之物 那些类似于钟表那样的机械产品 这些通常都是皇室或者是王宫大臣们的手中的玩物 所以进口量自然不会太多 所以广州的口岸并不是面向民间的 基本上可以理解为皇宫大内采办处的广州分布 这样的结果势必造成对英国人来说巨大的贸易力 所以马加尔尼此行就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为此他们在行前也是煞费了苦心 为了取悦乾隆 他们特意选择了一个为乾隆祝寿的名义 而且还附赠了大量的礼品 这些礼品中包括当时英国最先进的地球仪 钟表还有最先进的战舰模型最先进的武器 先进的连发步枪 这些英国人精挑细选的礼品 并不仅仅是为了取悦乾隆 而是还想告诉乾隆 英国现在的科技水平和生产力水平 让他们不要以过去的眼光看待现在的英国 但他们还是低估了乾隆心中的那个无可言语 强大的自信 乾隆对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在意 简单的看了一遍以后 甚至都没有搞懂这些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的 就封箱储存了起来 虽然有着这些礼品 又有着祝寿的名义 但使团还是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麻烦 就是如何向乾隆皇帝行礼 中方的官员和珅坚持认为 英吉利国不过是蛮夷之地 觐见天朝上国的皇帝 必须要行三败九寇之礼 这点当然是马加尔尼无法接受的 双方为此争执不下 最后虽然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让使团能够觐见乾隆 但经过此番礼节上的波折 乾隆已经心中大不悦 最终使团提出的所有经报要求 被乾隆一口回绝 不过乾隆毕竟就是乾隆 他还是一个很讲礼貌的人 为此他给乔治三世写了一封信 大概意思就是说 我们天朝上国物产风饶 应有尽有 贸易就不必了 你们需要什么赏赐的话 我可以给你们 至于什么建立使馆派驻官员的话 与我国体制不合 不予照准 当然了 如果你们英吉利的官员想到我们清朝来做官 这个我可以考虑 不过呢 必须要穿我们清朝人的官服 输我们清朝人独特的发型 而且来了 你就甭想回去了 必须是生是英吉利人 死是大清之鬼 这封信至今还保留在大英博物馆 是对乾隆皇帝傲慢无知愚昧的历史见证 其实此时的英帝国 其整体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清帝国 那时候虽然还不能被称之为日不落帝国 因为印度还没有完全归于英帝国的版图 但离日不落帝国也已经为期不远了 18世纪的世界早就已经进入了大航海时代 自从145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1522年麦哲伦全球航行 人类正式进入大航海时代以后 在世界的西方 欧洲正在大跨步的向前发展 乾隆是在公元1736年继位开始执政 他总共执政了60年 而这60年恰好就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全过程 与乾隆基本同时代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 这位被英国人称为疯子 又曾经两次被革命者击败的国王 最终却奠定了英帝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 而被人称为创建了乾隆盛世 实权老人的乾隆帝 在他去世仅仅40年以后 就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清帝国彻底走向了衰弱 是不是这40年中的嘉庆和其他的那几位皇帝太不堪重用了呢 其实还真不是 嘉庆也是一位历经图治的皇帝 其实很多的错在乾隆晚期就已经铸成了 乾隆30年 当延禧攻略中的卫士 这位大清第一秀娘逆风翻盘成为皇贵妃的时候 英国人发明了珍妮纺织机 它的效率超过了旧纺车八倍 乾隆33年 皇贵妃为家是圣券日龙 在内务府为他连夜赶制最新华服的时候 英国更先进的纺织机诞生了 用水利取代了人力 以前的手工纺织作坊也变成了大工厂 乾隆41年 卫家是病逝 他逆袭的人生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的据点 而此时的大洋彼岸公元1776年 美国发布了独立宣言 一个日后更为强大的国家诞生了 两年以后 如果魏英洛的魂魄不愿意离开北京故宫 他或许会想到他这一生的争龙岁月 想到当初在涌向刷妈捅食的情景 但此时的他可能不会想到 在世界的另一头抽水马桶已经被发明了 不过他也无需为此艳羡 毕竟在贡公的涌向里 永远不会缺少刷马桶的奴才 同乾隆皇帝同时代的还有一位历史名人 他就是乔治华盛顿 乾隆皇帝生于1711年 乔治华盛顿生于1732年 二人相差了20多岁 但很明显他们是同一时代的人物 但不知大家有没有觉得 在我们的心目中乾隆是一个古人 而华盛顿则是一位近代人 乾隆前后执政60年 虽然后来主动善位 但仍然是以太上皇的身份把持着朝政 华盛顿只当了两届美国总统 然后功成身退 回到了他自己的农庄 说起来也很巧 两个人都是在公元1799年去世的 乾隆驾崩于岁首 而华盛顿去世于岁末 一个人死了 但一个强大的国家由此诞生 而另一个人死了 一个庞大的帝国也即将迎来他的灭亡 马加尔尼使团并不想这样的空手回去 这个有700多人庞大的使团 还是希望能够带回点什么 所以他们选择了通过陆路走运河 然后出海回到他们的国家 这样他们就可以将沿途的所见所闻 一一的记录下来 这700多人中并不仅仅都是政治人物 其中还包含着不少的科学家 他们有的是研究水文的 有的是研究地理的 有的是研究军事的 英国的使团并非善男信女 他们此行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贸易 但如果谈不成的话 他们还有着他们自己更深远的毛划 在当地愚蠢的清朝官员的大力协助下 使团的专家们收集了大量的 中国内地的军事人文社会情报 而这些情报最终也帮助了几十年以后的那场战争 与此同时他们还记下了他们所见到的盛世的另一番景象 这些使团成员们他们在来中国之前对于中国是有着美好的印象的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读过马可波罗游记 也看过很多明末时机传教士写的那些描绘中国的文章 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遍地是黄金 百姓们衣着鲜美礼貌 而且身材也明显比其他地区的亚洲人高很多 但此时他们见到的是一群面黄鸡兽的中国人 他们发现在上传为他们服务的中国人中没有一个胖子 普遍的面呈菜色难怪张宏杰先生认为康乾盛世实际上是一个饥饿的盛世 给大家提供一组数据 在汉唐时期中国人的人均粮食是980斤 隋唐时期差不多也是980多斤 而到了宋朝是1400多斤 明朝的时候人均粮食也有1192斤 而到了康乾盛世的后期也可以说是最盛的时期 中国人的人均粮食只有700多斤 饥饿的盛世明浮其世 此时清朝的落后不仅仅体现在粮食方面 实际上此时的落后是一个全方位的落后 马加里尼在他的日记中曾经这样写道 自从北方或满洲达达征服以来 至少在过去的150年里没有改善 没有前进 或者更确切的说反而倒退了 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 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 也许有人说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他们的话不作数 那么咱们看看在康乾盛世时间 一个中国人又是怎样说的 这个人叫方真 他是与黄宗熙王夫之顾延武并称为明末清初的四大思想家 他在他的浅书艺书中描写了当时康熙四十年的情景 他是这样说的 清兴五十年已 四海之内日益贫困 农空 公空 世空 世空 古剑而奸于石 步伯剑而奸于医 故农民动恶百货皆死 丰眠如胸 两骨无仇 拜文字玉和四库全书所赐 类似这样的文字 我们在史料中已经是很难找到当世界都进入大航海时代的时候 而中国的这块土地上的统治者却是来自于北方的少数民族 他们畏惧大海 所以他们采取了闭关锁国的策略 为了对不明末的正式集团 康熙曾经颁布了迁海令 让各地沿海的百姓通通迁到离海岸线几十公里以外 而且要在三天之内全部迁徙完成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百姓们就被驱逐出了自己的家园 不走的当即就被斩杀 而被遣去的地方如何维持深境则无人过问 康熙希望此举就能够断绝正式集团的后勤共赢 但郑成功也因此为了开拓新的后勤补给基地 打败了荷兰的殖民者 收复了台湾 康熙的迁海令整整执行了二十多年 在这二十年里 他生生的把中国这个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 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 康熙本人就像一个理科生 他对西方的科技是非常的热衷的 他也非常喜欢摆弄那些所谓的引巧之物 但他从来没有想让自己的国民去学习这些最新的技术 而将所有这些技术都封存于库中 他为什么这么做 并非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些技术的价值 而是他知道满人是不会能够学习到这些技术的 能够最快时间学习掌握这些技术的只能是汉人 而这些东西包括那些最先进的武器 如果被汉人掌握了的话 那么对他们满清政权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康熙是这样想的 乾隆也是这样想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乾隆时期的火器水平 甚至赶不上明末的水平 因为他们知道满人的优势是在马上 训练一个最优秀的骑士大概需要十年时间 而训练一位合格的枪手三年足矣 而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掌握武器以及射击技术的肯定是汉人 不会是满人 到那时候他们马上的优势就不复存在了 所以康熙也好乾隆也好 他们拒绝新技术拒绝改进 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愚昧 这两个人都是聪明决定 也并不是他们不了解这个世界 康熙皇帝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他都非常的清楚 他知道那时候英国跟法国经常打仗 他也知道俄国有一位女王 但他更知道 对他们满人来说 最大的威胁不是西方列强 而是他们治下的汉人 所以当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的时候 清朝的统治者远离了海洋 而当整个世界进入到了一个思想解放的新时代的时候 清朝的统治者却开始了他们禁锢思想的种种行为 这真可以说是中国这块土地的大不幸 当时代呼唤巨人的时候 在这块土地上唯一站着的却是一群诸儒 而其他的那些人 特别是那些门人知识分子 他们已经被清朝的统治者打断了脊梁 历史上各朝代都有文字语 都有思想禁锢 但清朝无疑是持续时间最长 禁锢力度最大的一个朝代 而这个朝代恰好又遇到了最需要思想解放的大航海时期 主张康乾盛世的人经常会提到清朝的人口 那个超过三亿的人口 成了证明清朝盛世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的确人口的多少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这个朝代是否兴盛 清朝时期的人口无疑比汉朝要多得多 汉朝时期据统计中国的人口大概是六千多万 唐朝时期是八千多万 宋朝时期差不多1.2亿 表面看起来清朝的人口无疑是最多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清朝的农业发展水平是最高的 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地球上的人口本来就是逐渐增加的 并不是只有中国的清朝人口在增加 世界总人口都在增加 而在汉朝时期全世界人口1.7亿 中国人占了37% 唐朝时期世界人口2.2亿 中国人占了36% 宋朝时期和汉唐的水平差不多 占世界人口都是在36%到40%之间 而清朝期间世界总人口已经达到了17亿 中国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23% 历朝历代中是最低的 也许有些人会说我们不跟汉唐送比 我们就跟前朝比 跟明朝比 明朝不过才有几千万人 可是大家要知道明朝时期是按人丁收税 所以普遍来说都有隐匿人口的现象 为了避税 所以官方提供的人口数字 实际上是被大大的缩水了 历史学者葛建雄和曹树基两位教授 曾经做了关于明朝人口的研究 他们首先根据史料 测算出了在明朝的洪武年间 人口应该不少于7300万 然后按照5%这个年平均人口增长比率来计算 这个5%的比例实际上已经是被低估了的 那么到了公元1600年 就是明末时期 明朝的人口应该已经达到了2.05亿 这样说起来又经过了100多年以后 康乾时期的3亿多人口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数字 而且清朝人口的增加还得益于新鲜农作物的推广 比如说土豆和红薯 这些作物呢也是拜大航海所赐才辗转传入中国的 因为像土豆和红薯这些作物呢 对土地的要求非常的低 即使在贫瘠的土地上依然可以种植 这样的话中国整个的粮食产量就得到了大大的增长 自然也就养活了更多的人 再有一个证明康乾并非盛世的指标 就是我们现在人们常说的用脚投票 或者是那个时髦的字眼 大家都知道下南洋 而下南洋的人数井喷的时期 恰好就是在所谓的康乾盛世期间 说好的公营盛世呢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背井离乡 离开自己的故土到南洋求生呢 因为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活不下去 下南洋的中国人很多都继承了中国人特有的勤劳聪明 他们在南洋当地很快的就发展起来 甚至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共和国叫罗芳共和国 当然了这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 它只是为了保护华人 免受当地人和殖民者欺负的这么一个组织 但华人在当地经济实力逐渐壮大 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样自然引起了当时荷兰殖民者的不满和警觉 所以他们就编织谎言 在现在的雅加达策划了一场轰动全球的洪流惨案 这是一场对华人的屠杀 将近一万华人死于荷兰殖民者之手 事件发生以后 荷兰殖民者的最高层也是非常担心的 他们担心庞大的清帝国会对他们实行经济制裁 会断了他们的财路 所以他们以谋杀罪逮捕了当时的荷兰人总督 并且给当时的清政府写信 向他们表明自己的态度 希望能够免遭清朝的惩罚 荷兰人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因为在这之前 他们曾经有过一次痛苦的经历 那还是在明朝的崇祯年间 在同时面对着李自成和满人的威胁之下 崇祯皇帝仍然和当时具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人 展开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海战 这就是历史上的廖罗湾海战 发生在现在的福建金门附近 这场海战最终是以明朝军队的胜利而告终 这也是东亚国家第一次战胜了西方列强 而且还是在明朝国力已衰的情况之下 此次海战对西方的震动非常之大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西方列强不敢轻易的侵犯东亚 确保了200年的东亚地区的和平 顺便说一下 此次海战中明朝水师中先锋部队的指挥官 叫郑之龙 郑成功的父亲 令荷兰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乾隆皇帝根本就不在乎这一万多中国人的死 他在回复荷兰人的信中说 天朝弃民不惜背弃祖宗卢木 出扬毛利朝廷盖部闻闻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就四个字 死了 活该 那位制造惨案的荷兰总督最终是死在了狱中 也许他临死之前在为自己暴躯 中国的皇帝都不在乎中国人的死活 咱们荷兰人为什么要治我的罪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这被杀的一万多人是满人 乾隆还会这样回答吗 所以不要再说什么满汉一家 人家从来就没有把汉人当人 对于他们来说 汉族以及汉族人居住的这块土地 就是他们口中的猎物 他们可以慢慢的咀嚼细细的品尝 而当更强大的猎食者出现的时候 他们可以将口中的猎物分出一部分 给更强大的猎食者 只要还能够让他们在这个地方 只要还能让他们保留咀嚼猎物的权利 至于他们口中猎物又是什么样的感觉 他们又有什么样的权利 这对于满清统治者来说并不在乎 在咀嚼猎物的过程中 他们可能会采取些方式 让猎物变得更加的温顺 不至于造他们的反 所以他们可能会减少一些赋税 让猎物能够活得下去 这样也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猎物 其实这就是所谓的康乾盛世 所以我很赞同周思源教授的一番话 说即使没有西方列强的入侵 清朝也一定要灭亡 必须要灭亡 因为它太腐朽 太黑暗了 我相信很多时候 很多的苦难都是满清统治者刻意制造出来的 因为他们知道 仅仅满足于温饱水平的人们 不会有太多的期望 而且加注在他们身上的苦难 也不会使他们变得更加的强大 我曾经读过这样一段文字是这样说的 苦难不会使人变得更加的强大 人们认为苦难会让人变得更加的强大 但实际上通常是被苦难折磨的奄奄一息 他们变得保守 懦弱胆怯 浑身充满着奴性 那些声称从苦难中走出来的人 其实是脱了人皮 换上了一件囚服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k家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最后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